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觉得尤其是在台湾教育长大的 就是那种必须要谦虚有理 然后不鞠躬自傲的这种教育 就是升职在我的心里 所以在职场中就很容易变成 默默做事不吭声的那种人 他们并没有看到你 就是做事情是很有效率的 很积极正面的 然后很努力争取机会 这些面向的话 那可能就会比较犹豫 把那种大的项目交给你 欢迎收看Kellie Channel 我是Kellie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我在频道上很少讲到的主题 就是关于我的工作 因为我默默的 也已经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满两年了 我觉得这两年以来 我也算是从一个职场的菜鸟 经历过了大大小小的project 然后经历了一次升迁 这当中就是有非常多的成长体悟 然后也有很多我犯过的错 现在知道之前不应该那样 所以我今天就集合所有 我在职场中的心得 可以以一个稍微过来人的身份 来讲一下 让你们可以避免哪一些在职场中的错误 还有我觉得这两年来 我最大的成长 然后心境上的变化 希望会对你们有帮助 第一个我要讲的 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觉得尤其是在台湾教育长大的 就是那种必须要谦虚有理 然后不鞠躬自傲的这种教育 就是升职在我的心里 所以在职场中就很容易变成 默默做事不吭声的那种人 尤其我觉得在美国社会中 就是每个人都是很勇于展现自己的 然后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会做什么事情 愿意做什么事情 都是很勇于讲出来的 你时常的汇报自己做什么 做了一点 甚至是每天每两天汇报一次 都是很好的 对于你的同事 对于你的主管来说 才有办法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 然后对于你的形象也很有加分 不然你就是每天都默默做事 完全不吭声 然后也没有人去关心你在做什么的话 那你很容易自己工作就变成一个孤岛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在交流 在合作的这一块就没有了 我觉得不管是工程师也好 或者是其他工作 部门之间的交流 或者是同事之间的合作 尤其跟上级的汇报 这些都会是决定你这个performance 你的这个project完成的如何的 一个很大的关键 然后同事对于你的印象 也会决定你之后 可以拿到什么样的project做 或许这之后有很大很重要的project 但是因为别人觉得 你可能不是一个好合作的人 或者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你 就是做事情是很有效率的 很积极正面的 然后很努力争取机会 这些面向的话 那可能就会比较犹豫 把那种大的项目交给你 其实你也不用多付出很多 你就只是要多一个step 把你做了什么事情讲出来而已 然后我觉得也不要另于去夸赞 然后去感谢别人 因为别人也会因此对你的印象更好 或者是他帮了你一下 然后就被你感谢了 他以后会更愿意帮你 这种interperson的relationship 我觉得在职场中 就算是工程师 就是你觉得好像工作就是写code 不需要跟人互动 我觉得完全是错的 这就是我以前错误的印象 因为跟人交流是超级重要的 当你想要申签 你需要他帮你写一个review 或者是你的主管 你想要他帮你争取申签的机会 这些像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交流 然后他可以很放心的把工作交给你 或者是知道说你是可以把工作完成的 很好的这种印象 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 我觉得很容易犯 然后我以前也犯过的错误 就是会over promise and under deliver 因为你知道就是工作的很努力的时候 你常常就会很有野心 很ambitious的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一个月就可以做完了 提出一个很有野心的deadline 那是因为你工作的很认真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 只是中间往往都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就是遇到一个bug 然后你花的时间比你想的还要久来解决 或者中间突然杀出一个 别的更高的priority的一个事情 你需要去做 或者你on call 然后遇到了一些incidence 就是anything可能会delay你的进度 那你就会变成你promise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deadline 然后原本主管觉得 哇 你做了这么快 你一个礼拜后就可以做好 结果你一个礼拜后交不出来 我觉得这会对你的印象扣分的更严重 不如你一开始就是直接说 我可能要两个礼拜才能做好 我可能要三个礼拜才能做好 然后你真的提前做完的话 这样对你的印象是加分的 就算你不能提前做完 你也是留给你自己一些buffer的时间 就是你遇到这些突发状况的话 你不至于拖延这个deadline 当你给就是一个ETA 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完的时候 是需要非常的有strategy 然后非常聪明的 就是要给自己一些适当的buffer 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哪一些想法 是在我开始工作到现在两年之后 我的想法开始转变了呢 第一个是我前面已经有讲到 一个project的完成绝对不是 就是只是把代码写完而已 从最一开始你开始design你的project 然后开始define你的scope 你可能会需要跟PM沟通 可能会需要跟design沟通 可能需要跟跨部门的人沟通 可能需要跟你的同事distribute这个work 这些都是需要人际关系的经营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跟这些人合作 怎么样可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 或者是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这些都是人际关系的处理 跟写代码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到月高阶或是到管理职 在各个公司你都可能会遇到 跟跨部门或跟同部门意见不合 然后你需要就是处理很多稍微这种斗争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在工程师就虽然这个听起来 你只需要写code就好的 这个工作是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修炼在里面 就是你怎么resolve这种冲突 然后你怎么建立信任 我觉得我自己也还在修炼了 然后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 就是我做这份工作也会需要知道很多的事情 再来第二个我的想法改变了就是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尤其是在工作上 我如果听到那种很难的挑战 或者是我听到当下我会觉得 哦我不知道怎么写的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会很害怕 然后我会就是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但我觉得这种想法 我现在已经尽量在改变 然后我觉得已经改了蛮多的 从一开始职场小白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看什么都觉得天啊大家在讲什么 然后开会就是听大佬们讲话的时候 觉得听十句只懂两句的那种感觉 到现在慢慢慢慢更熟悉 然后就更觉得 其实当初觉得那么难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这些是在我工作几年之后 当然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增长 然后一方面也是让我的自信可以更好一点 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怕接受新的挑战 不能低估自己的能力 然后不要妄自菲薄 这也是我觉得我想法上改变很多的地方 再来呢就是我工作两年后 我觉得在职场中最大的成长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职场中要找到自己的擅长的领域 然后要take ownership 因为即使是像工程师这样子就是写code的工作 他的就是范围包含的实在是太广了 然后即使你在同一个组里面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点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个path 你不只要擅长的那个东西 你也要让别人知道你擅长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当别人想到就是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找你 不管是你在这一份工作 或者是你之后找别份工作都会很有帮助 就是之后的公司也会看到 你这个领域很擅长 那我们刚好也需要就是擅长这个领域的人 那就才会选你进来当工程师嘛 然后除了培养就是你自己的专长 然后找到你自己的path之外 take ownership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不管做任何project 就是你要是可以drive的那个人 可以看到这个project的目标要成为怎么样 然后可以就是define step by step 要怎么到那个目标 然后每个step都可以break down成有哪些task 这个project的成败 就跟你在职场中的成败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你要成为可以想出方法解决问题 可以想出就是你需要哪一些帮助 然后可以跟别人汇报 可以跟同事合作等等的人 当这个project很好地deliver之后 这个credit自然也会到你身上 别人在业界当中对你的口碑都超级的有帮助 第二个我在工作两年后最大的成长 是我觉得在科技业工作的经验下来 我更学会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因为你经常是在设计一个产品 给你的使用者用嘛 所以你即使这个产品设计的超级完美 然后所有functions都就是work的perfectly 但是你的用户不喜欢 或者你的使用者觉得说 根本就没有解决到他们的问题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你做的再好也是枉然 所以我觉得开始工作之后最大的差别 是我开始会花更多的时间心力 在project一开始的那个阶段 就是当你在设计一个产品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 你需要去真的跟你的使用者对话 了解他们的痛点是什么 然后了解你怎么样可以解决他们的痛点 然后去跟你的可能产品经理沟通 他觉得想法怎么样 或者是去跟设计师沟通 就是各种inputs都会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其实懂得UX思维的话 你不只可以应用在职场中 你如果自己下班后有在做side projects 或者是你有在接案的话 懂得UX思维也可以有非常大的帮助 你可以去洞悉使用者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去做出相应的产品 或者在接案的过程中更可以了解就是用户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可以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有很多研究指出就是你在user interface 那种界面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看起来很微不足道 但是已经足以对user engagement产生巨大的变化 这就可以告诉你对于这种使用者思维 或者是这种小小的design change 就已经可以非常powerful了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工程师 是产品经理 是专案管理 或者是更高阶的管理职 你在deliver东西的时候 产品往往都是在精不在多 不懂使用者思维的话 你就很容易想要做的东西五花八门 或者是跟别人陷入价格战 你都没有办法做出就是跟别人differentiate的地方 但是懂得UX思维 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什么东西最需要deliver 然后deliver之后最可以就是解决使用者的痛点 然后是使用者最喜欢的东西 可以避免陷入那种价格战 或者是陷入那种东西全部作废的轮回 现在知识卫星开了一门新的课程 UX价值实现 是由UX的业界专家Lydia Go 经历她过去15年的经验 里面会系统性的整理出最完整的 UX创新工具应用大权 教你如何洞察使用者的需求 并且发想开发产品 进而商业变现 里面还会提到许多企业的实际例子 让你知道UX是如何成为 影响一个产品成败的关键 你可以把UX去应用在你自己的领域 超前市场去解决市场都未意识到的需求 如果我自己拥有UX工具的话 我肯定会在我所有project开始之前 做最深入的研究 然后最全面最完整的分析 怎么样的design是最好的 因为我会希望 就是我的effort可以最大程度的被利用 我希望就是我的东西做出来之后 会是真的满足需求 而且比起别的产品是更优秀的 知道别人为什么选择你 知道你为什么跟你的竞争品不一样 然后你哪里比较好 课程中也会提到如何跨部门协作 如何在会议中取得共识 如何跟上层争取资源 还有如何谈判薪资的方法 我自己最有兴趣的还是在UX的研究中 你到底要怎么去研究市场 你不只要跟上这个市场 还要超越市场 有哪些工具可以用 然后有哪些可以最精准的知道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要怎么样解决 所以大家有这个课程中提供给你的很多工具 还有案例分析 你就不用再走把东西打掉重链的这种愿望路了 现在课程正在募资中 价格是低于四折 非常的划算 你如果犹豫的话 之后的价格只会越来越高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用我的专属折扣码350KELLEY 可以再折350元 如果有兴趣的话 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就可以去看课程的详细资讯 好那以上就是我整理了 我觉得我这工作两年来很多的心得 希望大家不会犯我以前犯过的错 然后在工作中都可以真正日上 变成就是所有同事都最信任 然后主管最赏识的那个人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